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挺别出心才 是关于一个很尖端的天文题目 一些研究方向的方法 和第一节讲的不同 第一节基本上我们说 科学家终于找到证据去证实 有哪些才是第一代的星系 根据我们现有的观察结果 然后再做适当的数据去证实 出来的结果应该是有跟有据 所以就会说我们或者已经找到第一代的星系 但今节这个内容有些不同 纯粹就是想告诉大家 有人对一个很引人入性的概念 去提出一个测量的方法 正式是什么呢 其实我想说一个关于霍金辐射的概念 这个题目其实我都建议以往提及 很多朋友都非常有兴趣 我们说究竟这个世界 这个天空上面有没有黑洞 现在我们主要不是问这个问题 其实是因为我们都拍到 拍到不止一个 更不要说用其他的方法 探测到其实有非常之多 然后也找到除了看到之外 还用了其他的方法 比如重力波这些这样的测量 来证实到一些 比如像黑洞的对撞 或者是黑洞和宗子星的撞击 另外有些譬如加马射线 天文学又给了另一种途径 告诉我们 其实天空上面很多黑洞的天体 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 不是说这东西有还是没有 我们基本上已经知道它是存在 是世界上有一些的 就是宇宙间有一些天体 它是自己的万有引力强到地步 连它自己发出来的光都不能逃出 最后就是说你有件事 就算有光速那么快 你都逃不过它的引力 当然你就要首先 你要只要它跌入某一个范围 你就永远不能够逃出 你如果在它足够远的地方 拆过的时候也没问题 但是你越近去的时候 你走的路径就越容易 给它的重力墙屈曲 去到你切入它的角度 进到某一个特定范围 我们叫做Event Horizon 事件事件 进到这个范围的时候 基本上就出不回来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黑洞的概念 其中如果说Roger Penrose Steven Hawking 就是一些研究黑洞问题 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专家 其实也不需要我介绍 但是其中 根据史提勋霍金 Steven Hawking教授 他生前其中一个 我认为都是他最重要 对于黑洞研究的一个预测 一个理论的预测 就是说什么呢 他说黑洞不是完全黑的 它根据义力学定律 和量子力学的话 它是会有一个辐射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它能够去证实到 黑洞照计是有一个温度在 凡是有温度的东西 它一定是有黑体辐射的 就是说一样东西 除非它是绝对领导的 只要它不是绝对领导 它一定会放射 包括黑洞 你如果违反了这件事 其实就说 世界上有些系统 可以违反这些医力学定律 就更加大件事 所以在这里 大家就会思考 究竟包括霍金自己当年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黑洞有温度 它会放射一些辐射的话 它放射的机制是什么呢 它有什么方法令到它自己 明明是一个什么东西都不能放出来的东西 依然是可以 我们整体上看到它放着辐射的呢 其实到今时今日我们都没想清楚机制是什么 但是你说 有没有办法我们从天文观察上 已经证实到看到这件事存在 如果已经验证了这件事存在 那我们就可以更加有根据地去找一下 这件事本身发生的机制是什么 所以关于这个霍金辐射的这个题目 就很引人入胜 但是大家同时都接受了一个现实 就是说这件事很难度 因为亦都根据霍金给出来的理论 就是说 你越大的黑洞 它放出来的辐射量是反而越少的 你反而是越小的黑洞 才能够越是可以根据这些量子力学和二力学的机制 是放更加厉害的辐射的 甚至乎如果你去到极端 有些超小型的黑洞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弄到它出来 或者它是宇宙一出来的时候 已经自己形成了 万一有一些这样的叫超小型黑洞 形成了的话 它就会是一件放超强霍金辐射的一件物体 就是根据霍金给出来的理论上的预测 大家听到这里 你知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黑洞 我们要看它都很难 你看它的变化 还要看它有没有霍金辐射就更加难 它是一个量子层面的效应 所以是一个很难够的东西 例如你说要够人体自己给出来的黑体辐射 都不是那么容易 现在都是要说红外线的电子仪器 才可以看到 从夜视镜到看到一个人在 对不对 何况是一些天体更加冷的呢 你可以想象黑洞自己本身是很努力 都能够把自己放出来的辐射 都吸收回 所以它照计是一件很冷的东西 而且越大黑洞 它吸收的能力越强 所以它越冷 但是它冷 照计都没有可能冷到绝对零 于是它可以有一个定义 温度的时候 它应该是会放复射 但是它凭什么来放呢 其实还未知 这要再三强调 好了 说了这么多这些背景 其实想为什么呢 其实想说回这个星期 关于一帮在意大利 还有欧洲的一帮学者 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想法 我选择这个消息 你问我 纯粹因为它牵涉到货金辐射 而且很少有地 竟然能够提出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告诉你 其实货金辐射可以在某一些特定场合 可能是会被复得出来 而且是可以用它们现有的仪器 可能就会证实得到 究竟有还是没有货金辐射 我一看到这件事 我觉得很兴奋 一直以来 我们都好像很接受这件事 不能复得了 所以就算史提芬霍金教授未死 你说他有没有希望我们可以设计到 找到一些方法来证实到 这个货金辐射存在 大家都打定数数 但竟然有一班学者提出 在一些特定情况之下是可能的 当然最背后有一些假设 容许我慢慢跟大家介绍 这里再看另一个图 其实就是说我们认为 会不会是其中一个可能的霍金辐射机制 他就说有一些物质 他就会被吸进去黑洞事件事件的边缘 然后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他当然会吸到很多东西 但同一时间有些东西会弹出来 其实我们看黑洞的南北极两端 是有一个很强的噴射流 就是说有些物质卷到黑洞的外围 有些东西就被吸进去 但有些可能是因为周围经历了一个很激烈的反弹 反而是弹了出来 甚至乎也配合黑洞自己本身的 可能会有些磁场的效应 令到他有一些机制会弹出来 甚至乎霍金自己也讨论过 会不会是在黑洞事件事件事件 Event Horizon的边缘 会产生到一些虚拟正反物质的一对东西 原本那是空间 但因为量子效应产生到正反物质 于是乎正的物质没有被吸进去 反物质就弱了下去 于是乎整个黑洞就好像少了东西 其实也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 其实就是因为包括霍金在内的 一些理论的天文学家 他很想找到一个机制 它是符合我们今时今日的物理学 同时可以解释到 原来黑洞可能有一些方法 是会流失了一些的质能 于是乎有了这种机制 我们就可以解释 会不会这件事就是霍金复射 这是其中一个图像 假设未证实过 大家可不可行有没有兴趣研究 这是其中一个理论天文学家 尤其是和研究黑洞的人 很喜欢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次这班欧洲学者提出了什么假设 什么想法 然后结论就是霍金复射可能都有一些 他们的办法就是这样 以我们现在的天文观测 我们已经知道 在天空上面很多的 比如中指星和中指星的对撞 中指星和黑洞的对撞 甚至黑洞和黑洞的对撞 我们是有能力用到这个重力波 天文望远镜 来帮我们在重力波层面去量度 甚至乎由加码射线天文学的研究 我们透过观察 这些撞击的时候 产生的很强加码射线讯号 我们都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感受这些黑洞和黑洞冲击的 撞击的现象 可能你会问 如果是两个黑洞 一个大一个小 或者两个都这么大 他们撞在一起的时候会怎么样 我们说不是一个大爆炸 然后就有很多重力波讯号 和加码射线讯号爆出来 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更大的黑洞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说法 因为平时你想想 如果是两只鸡蛋撞在一起 或者是两个水滴撞在一起 两个水滴撞在一起 如果是最后形成一个大的水滴 有时难免有很多东西是飞浅出来的 或者用一个另外的比喻 比如说 用水滴或者蚕碱泡 如果他们撞击的时候 那个冲击 或者撞的时候 那个角度有些不同 它有时会弹出一些东西 我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图画 一个短片我看过 有些潜水员在海底 好像一支烟窗 吹了一个气泡的环 气泡不是圆形的 而是环状形的 如果有些人吃烟 很喜欢表现到一支老烟窗 就可以在口中吹一个 一个圆形环状的烟霧出来 其实你在水里也要有能力 撕一撕就产生一个环状的气泡出来 有人就表现到 如果产生两个环状的气泡 它最后撞击出来的时候又如何? 就很有趣的 你会发觉它可以撞击最后 形成一个大一点的环 但是又会在中间的过程 脱了一个很小的小环 就会有一些碎片走出来 在我们的黑洞撞击里面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呢? 如果黑洞撞的时候 它虽然最后形成一个超大黑洞 但是中间会不会有一些 小小的黑洞碎片飞浅出来呢? 这件事 直观上我们觉得不一定不可以发生 应该是可以发生的 但是又没有机制 我们可否模拟到 没有观察去证实到 这件事暂时又没有 因为我们的仪器 没有仔细到这个地步 所以这班学者就说 如果我们认为在黑洞对撞的过程里面 是真的可以有一些小小黑洞碎片 去弹出来的时候 那些超小型的黑洞 就是说可以存在一个短的时间 究竟多短多长呢? 就视乎它那个超小黑洞 它本身多大多小 如果它是很小很小 那就是说它小到一个地步 照计如果有霍金幅射的时候 它就会给一个很强的讯号出来 那个很强的讯号会怎么表现出来呢? 照计就是用加码射线爆发的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会说 这班学者就说 会不会我们地面上面 这些加码射线的望远镜 其实都是一些 专设一个叫Sherrenkopf radiation 一些这样的探测仪 是可以帮我们去捕捉到 其实会有一些超小型的这些黑洞 它发放霍金幅射的时候 其实原来就是以一个加码射线的讯号表现出来 只不过我们以往不懂得分别它 那么如果我们懂得把这些讯号分别 或者去找一下 如果是有这个加码射线爆发 也就是说 它究竟那个加码射线爆发 持续的时间 就会和它那些黑洞碎片仔 出来的质量有多大有多小就会有关 如果它那个黑洞碎片足够小的时候 它的霍金幅射就应该是足够强 但是会持续很短的时间 比如说 如果黑洞碎片出来是一个单位 和有另一个黑洞碎片出来是十个单位 它最后出来的仇命 其实可以差了一千倍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这个就是由霍金幅射给出来的公式 里面就可以去推导出来 所以原来就是说 如果我们懂得去找一下 那些加码射线爆发 在一些黑洞撞击的时候的特性 会不会就是说 中间我们能够找到 它曾经产生的小碎片 也有办法找到 这些它的小碎片 其实是原来多大多小的时候 究竟它和我们加入霍金幅射的公式 给出来的预测是否相似 如果相似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证据 证明就是 这些加码射线爆发背后 其实就是一个霍金幅射 其实我们就是说 可以用一个间接的手段 来证实 应该是有霍金幅射的存在 说到这里这么多 其实有很多假设 我们假设这些黑洞撞击的时候 会有一些小小的黑洞小碎片 而这些黑洞小碎片 它是会根据霍金的理论 来发出霍金幅射 然后就是说 我们有能力去捕捉到 这些霍金幅射的讯号 这样说 就是说 很多东西我们不清楚 但我觉得很值得欣赏 一件事就是说 很多时候 在这些理论研究中 我觉得很需要有这样的人 去大胆提出一些方法 最后测量的数据 就没有了 但是如果找到有的时候 你就会想起 往往提出这些测量方法的人 他的功劳就是最大 所以如果有一天 你告诉我 有人提出另一种方法 量度霍金幅射 最后又量度 帮他们证实原来霍金的想法存在的时候 他的贡献和霍金自己提出 霍金幅射的理论 其实可以是同等的 因为 既在科学奠定知识的过程中 理论的预测和实验的证实 是同等重要的 亦都我们今时今日 如何证实到一件事 真的被发现 譬如说那些上帝粒子 如何证实到他真的被发现 除了有希格斯提出的理论之外 亦都要有一班实验人员 帮他们 在大型粒子加速器 欧洲那些东西 找到数据出来 所以理论和实践 大家都这么重要 提出这些实验 去做一个适当的证实 这个人其实贡献也很大 虽然今次这件事 始终还停留在提议阶段 但我觉得用心和潜在的重要性 是可以强的 亦都可以令我多了机会和大家谈谈 这些霍金复射研究的问题 我这节来到这里 我第三节再有其他内容和大家分享